不少厨师都怀抱创业梦 然后老板不好当 这位年轻人开店推出圆明乐理 但生意始终不见起色 历经七次调整 才抓住市场需求 过得一线生机 其实当初他有更好的选择 许多米其林厨师真相邀约 他却放弃众人眼中的大好机会 回归出新 希望用创业手法烹调圆明美食 其实他从小就对圆明料理相当热衷 求学时努力考上餐饮系 再到各家餐厅学习磨练 就是希望透过料理 让更多人认识圆明文化 我会倾斜 倾斜一点下去剪 上中间这个它能斩 对 还可以斩先 鸡肉在油锅里煎得滋滋作响 大火拌炒逼出香气 接着加进自制的刺虫酱 就是一道充满文化交织的原住民料理 像部落的食材 对啊 那时候就在想 如果我把部落的食材加入到这些料理 里面会发生什么不一样的变化 跟不一样的呈现出来 结合独有的辛香料来做变化 打破传统的既定印象 利用不同的料理手法 用创意堆叠新颖的原民菜 整罐那个传统烟肉 等会没有 我打开 然后你先吻 你敢吃吗 然后我夹出来 你看 这是生的吧 这怎么吃 然后我闻 然后我把它烤披萨 我不刚才讲 我不刚才讲 我烤披萨 你吃 好吃吗 还蛮特别的 这是什么 我就那一罐啊 老板喜朗是宜兰在地的泰雅族青年 凭着一股对料理的热情 将原住民文化和特有的饮食习惯 用手底功夫变出新花样 为了品质把关 坚持以友善耕种和在地小农的蔬果为主 并且展现自己自足的生活态度 种起市面上少有的农作物 你看它 鹿桥 这个鹿桥就变成这个叶子都没有了 慢慢干了 就剩下里面的鹿桥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开始采出来的时候 要开始晒干 这个菜园就是你不要看你好像乱七八糟 里面很多宝贝啊 你看没有整理 它跟那个杂草共生 我们就是大概就是杂草的部分就是 把一把 砍一砍 绿油油的菜园看似杂草重生 里头却藏有许多宝藏 为了崇尚自然健康 回归最初的自然农法来耕耘 不喷洒任何药剂 而是付出加倍的时间来照顾 每一处的收获都代表着方爸爸的爱与支持 顶多就是种一些菜啦 有空余的时间种一些菜 他需要的就来哪 就这样来 其他的话 他自己会想 就跟我们走楼梯一样 你要进步到最高点 你要一阶一阶走 你不可能一下子跳个五阶六阶 那个会失败啦 我这样子鼓励啦 喜朗从小对料理 有着满满的好奇心 这也奠定了明确的未来目标 喜欢到处品尝美食 钻研不同烹饪方式 就此踏上了学习历练的餐饮之旅 我本身是原住民嘛 那第一个我一定要以原住民为主 对 所以我每一道菜的料理上 都会有原住民的味道 虽然不会太重 但至少它会有原住民的因子 就好比说我们赤葱的酱 你拿去腌制咸猪肉 然后再拿去烤 它散发得出来味道是另一种 既要延续传统 又要做出特色 于是他大胆尝试 将气味辛辣的马告和赤葱 打成酱和咸猪肉做结合 只是两种独特的香气 并不相容 它发挥实验精神 从比例和流程顺序 慢慢修改调整 并且遵循老一辈的秘密配方 这才找到了方向 它们两个味道其实很冲突 但是你要把它完整地融合在一起 那个比例要调得很好 因为这个其实我一直以来都做不太到 但是我爸爸做到了 传统的咸猪肉它比较咸 因为为了让它好保存 没有冰箱什么的 但是我们现在不一样 就是科技进步 那我就是以健康为主 所以我的咸度稍微的降低 然后我把原住民的味道更凸显出来 以原住民料理精神为出发点 运用不同排列组合来制造惊喜 对料理的初衷 不单单只有推广原民文化的理念 应用部落食材来制作 帮助没有销售通路的小农 收购过剩蔬果 利用加工方式来延长保鲜期 栗子南瓜可以做什么 其实我那时候脑袋打结 栗子南瓜到底可以做什么 第一个我想到就是 它可以做浓汤 也可以拿去腌制 那我就想到 因为以前有人教过我做 那个肉松类的东西 对 那我就是跟他请教 我可以怎么做 那我把原污料转换 把它变成栗子南瓜 肉变成栗子南瓜 然后不该加的不要加 我试着做做看 几次的脑力激荡下 在里头找到了灵感 甚至入选原住民 十大半手里的肯定 透过不断试炼和挑战 追求更好的自己 断木香菇 对 因为我这个主打 就是我们南澳的部落食材 所以我的主味道 就是以断木香菇为主 所以就是把大量的香菇 都加进去煮 对啊 让呈现一个香菇风味的浓汤 这个煮法的技巧是 米其林厨师教我的 只是我把这个技法 延伸到我自己的厨房 然后用不同的食材 跟料理去呈现出来 为了做出创新风格 并且推广原香食材 光是市售香菇和断木菇 价格就相差了两倍 不惜成本 用加倍的时间和金钱来投入 甚至在料理的程序上 变得更加繁琐费工 总是一个不留神 就偏离了完美标准 以前煮过别的浓汤 就是东西一下一下 然后味道调一调 然后我就勾芡而已 然后这个复杂是 它总共要煮汤 要炒面粉 然后要炒蔬菜料 然后用果汁机打 这个总共三到四个工法 我以前只需要一个工法 就是全部丢进去 对啊 调味 单纯调味而已 在还没开餐厅当老板以前 喜浪从饭店到各家餐饮集团 四处学习 甚至离开宜兰家乡 到台北高级餐厅磨练 无论是哪种料理 他都愿意尝试 用勤奋的态度 努力充实精进 虽然人家说 你学中式 那你就把中式搞近一点 就是就学中式 然后你有个打底之后 你再出来学 但是我想法是比较不一样 我是多元进行 因为而且现在 Google很发达 就是你在厨房 有些学不到的东西 其实你Google一下 然后你就大概知道做法 创意思维和勇于尝试的拼劲 让他一路晋升到了主厨 甚至获得米其林厨师的肯定 因此收到了许多聘请邀约 面临这样的大好机会 他却选择回归初心 实现自己最初的梦想 对我就听他讲过说 我不希望大家都是 做跟我一样 就是学我一样 对反正就希望大家 做出属于自己的东西 因为你的味道是属于你本身的 不是大家都 就是大家都不一样 他一心想做的 就是让大家认识原民文化 分享家乡部落的美好 于是他的小店里 除了自己制作的料理包 也集结许多原住民酱料 和各式伴手礼 经过缜密的规划 他勇敢地跨出第一步 却没想到 生意不但没有起色 甚至无人光顾 真正讲转型是三次 但是整个环境变化是七次 对因为一开始 全部都是商品之后开始 我把后面东西转换 然后先可能一百个变八十个 慢慢缩减 然后亏了一百万 但是因为我是看了自己的数据 我说有在成长 我一直都有在成长 那就是效率还不够快 或是还有更好的方法 对我就是一直想着怎么去突破 当厨师和当老板 两者经营模式天差地远 这样的挫折 也让他找到真正的问题 学行销 做宣传 参加比赛 拓展知名度 并且用拿手的料理绝活 重新闯出一片田 我就是做这种现代料理 然后我加入原住民元素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 好奇 这是原住民料理吗 然后就是吸引到这些族群 然后来重新认识我们的料理文化 经历无数次的改变 和付出的努力渐渐有了收获 带着坚持和勇气 看见不一样的风景 就像我开店 我会去挖掘我的缺点在哪里 那我就发现问题 然后我就去解决问题 制定计划 马上执行 透过美食 注入理想和热忱 分享文化 认识文化 从传统出发 走向创新 未来继续用热情 挥洒出崭新的滋味 阶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